北京时间9月29日,英国媒体天空几月消息,那联主帅莫里尼奥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,伯格巴从未担任过球队的副队长。 近期,莫里尼奥与伯格巴的关系继续恶化,有消息称,穆帅一怒之下罢出了伯格巴副队长的职务。 如今,莫里尼奥给予回应,趁伯格巴并不是曼联副队长,所以更谈不上罢出他队长。 伯格巴没有当过曼联的副队,我们的队长是瓦伦西亚,我们也有好几个球员,可以担任副队长的指责。 我曾把队长绣标给获得赫亚,艾什利阳还有斯莫林,莫里尼奥说,上赛季,我在副队长的人选上考虑了伯格巴,因为他是下一代的年轻球员,是未来的队长。 因为阿伦西亚,艾什利阳他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,是同一代球员,但伯格巴没有当过球队的副队长,所以现在我们就没有副队长了。 而对于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不可传闻,穆帅则表示,他和伯格巴没有发生口角,是媒体捏造了这一切。 因为你们去此编造了故事,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,你们从一个15分钟的开放训练中,编造了一个令人置信的故事。 也许就是你们这些记者的错误,在这件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,但是大声的批评,大声的指导,就发生在每天的训练中,主教练的工作就是这样。 但你们根据这些编造的故事。